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妹 歡迎回來我們的方舟生存進化啦 今天是我們這個神秘之謎模組的最後一集 目前暫定是最後一集啦 如果他還有更新的話就不會是最後一集 但是今天早上起來看他好像沒有什麼更新,所以說我們就先暫時把他當作最後一集吧 如果之後他還有更新推出新的恐龍物種 再一一介紹給大家 好不好,那麼今天呢,一樣一個肉,一個草,也就是最後一組了 總共是四組 原先的六組多了更新之後多了一組 然後就把他當DLC看就好了,有沒有 除了DLC,多了兩種新生物喔 欸,讚喔,買一送一 沒有啦,其實我也沒花錢買這什麼DLC 這都免費的,好不好,你們要的話自己去下載 然後呢,這就是我們之前上一集的馬塔龜 所以我給他用一個 中立好了 不曉得讓他主動攻擊亂咬了 這咬又咬不死了,反被咬死了就好笑了 呃,中立 OK,然後這是我們不知道什麼龍 羅亞德雷克 他的外型很像炎龍 好像炎龍改造出來的吧,好不好 炎龍加刺息改造出來的 好,不管了 OK,我們今天呢,一樣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遺漏一草 好,不要亂說,直接把我們的 阿根廷帶出來 拉斯GO 往這個地方走 來來來 把這個系列結束掉 老頭還有其他的遊戲要玩了 行不行 來 來 來,讓我來看看 呃,我們看下一次叫什麼 Krappas Krappas 這什麼東西啊 我不知道這什麼啦 總而言之就 召喚看看好了 Krappas 然後他好像是不需要安的樣子吧 他下面沒有 他上面有寫不需要安 好喔 準備一下我們的高級麻醉槍 老樣子 嘿咻咿 哇塞 有點可怕 哇 這什麼東西啊 唉唷呀 等一下 這個已經不是方舟恐龍了好不好 這個已經自創 自創恐龍了 你知道嗎 那手也太肥了吧 他移動速度又慢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要怎麼去形容他呢 實在我也不是很了解 這個 怎麼會有頭上長的 這是 這好像曾經哪裡看過 但是我真的沒辦法去說 這什麼 而且他 腳超短的 尾巴也超短的 呵呵 超好笑的 我好像曾經哪裡看過這個東西啊 他的頭啊 難道是英雄聯盟的 欸是英雄聯盟嗎 菲斯喔 菲尼克喔 應該也不是吧 隨便亂講的啊 給他吃魚肉好了 他應該會吃魚肉 會耶 只是加的比較少 覺得他還是吃生肉好了 好不好 魚肉加太少了 是不是 好再給你一個好了 好 他已經起來了 阿不是說不用安嗎 大哥 你說你不用安嗎 他說 No No Yet Lizzi 還沒有準備好 還沒有準備好 真的假的啊 等等 你說你還沒有準備好 好 我去殺 我去那個 我們的 後台看一下 等我一下 那個 沒有準備好 怎麼可能啊 哇真的沒有喔 還真的沒有這個安內 哇你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你安 給人家做出來 是這個嗎 也不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 欸真的他只給六個 那該怎麼辦 對啊 對啊 有沒有 怎麼會 怎麼會後逼喔 哇 啊這個沒有安要怎麼騎 還是說我們召喚一隻出來強訓騎上去好了啦 你們說這樣好不好 那這隻可能就是 敵意掉 然後 我想想喔 老頭有點比賽喔 因為剛睡醒喔 欸聽不習慣的不好意思啊 狀況不是很好 來來來 我們準備我們的強訓喔 通常強訓的話就可以避開 沒有安的問題 好那個 再召喚一次 然後是在我們強訓速 咬三小喔 哇靠腰好痛喔 有沒有有沒有安 欸有了可以直接上去了 雖然沒有安了但是可以騎了 不錯 然後 他的手臂他媽超粗 單身30年 其實嚴格來講他的手臂才他的腿吧 這個比例好奇怪喔 我真的不會說欸而且我現在是沒有辦法移動的 他的這個負重不夠我撐啦 稍等一下 哎唷肚子餓了 難得我也會肚子餓 怎麼都難得啊 怎麼辦我該吃什麼 吃蛋 然後吃一點 我沒有熟肉欸 要餓死了 不管了 可以點了吧 加一次加那麼多喔 你看 他的眼神 他的眼睛 這麼屌 衝啊 左鍵 喔咬速度超快的 你看他手臂跟腿這麼粗 照理來講應該可以跳很遠啦 那個爆發力應該會很驚人的啊 但是他卻只能這樣小跳躍 差非常的多 看一下這右鍵有沒有功能 這個是殺礦獸才會有的技能吧 而且到底有沒有丟出去啊大哥 欸 你有沒有丟啊 哇 你這暗丟的那一瞬間啊 你的滑鼠還要往上 找超辦法把他丟出去 叫你搞鋼 好吧 C劍 C劍在幹嘛 老婆對不起老婆我錯了老婆 老婆我錯了對不起老婆 幹嘛做運動啊 有什麼屁用啊 這也太好笑了啦 我去找前面那隻雷龍單挑一下好了 挑雷龍 我越跑越快 要快 哎呀超快的 西劍真的沒什麼用 西劍真的沒什麼用 我叫叫叫叫 你速度取勝 右鍵丟石頭 被石頭扎實的感覺如何啊 可以點移動速度 他這有點類似像是犀牛那一種的 就是可以越跑越快嗎 就就就就 好 那這樣子左鍵攻擊呢 不知道有沒有加成了 因為剛剛有試過一次好像沒什麼加成 沒什麼傷害加成 照理來走 照道理來講啦 這種衝刺傷害應該是要有傷害加成的 比如說要衝過去的時候咬一下那一瞬間傷害可能加1.5倍之類的他這個並沒有 好吧這就是我們的 Cropus 我不知道是三小 總之就是一個很神秘迷樣的生物 好不管了然後前面那是什麼東西 我來看看 前面這一隻應該就是我們最後一隻草石草石龍了 啊 居然就在這樣這樣這個一個地方遇到了野生的那我們就把他抓下來吧我們就召喚了就是他了 啊我去上網Google翻譯他叫做中國 三角龍 是這樣念嗎 好不知道有沒有念錯耶就是就叫中國三角龍 好不好 然後呢我們試著把他引過來 原來沒有霸王龍 我也是怕我是怕暴龍尻他啊算了直接把他射死啊 速戰速決吧 色暈了趕快把他抓起來 等一切之後他起來把他帶走之後再說 來給我給我果實快 GimmeGimme果實 好太遲了 加22%還可以 我現在發現我現在果實都沒了 哎呦這邊還有10個果實 然後這個傢伙要的安 這邊幫我準備一下好了 來呀 來呀 呦 立馬付安給你 等一下 先來看一下整個身形 你看他的尾巴 稍微有一些像是那種 刺蝟的刺是不是 好奇怪喔 為什麼 未退化未進化 然後這有點像是後鼻翁的那種感覺 他那個頭上面有點像是後鼻翁就是那個很大那個盾甲盾甲龍還是什麼的 整個身形就是有點縮小板然後他的嘴巴看起來有點像辛普森家庭的一個河馬 黑美姿我的東西去哪啦 好帶這種概念 你是辛普森嗎 辛普龍 幫你取名叫辛普龍好了好不好你覺得勒 哎呦 哎為什麼那一隻士忌用看起來特別的亮眼啊 是故意的嗎 我們幫我拿這邊咬 好了把他放上去應該可以點附中了可以 安寧在哪裡啊 來了來了來了 衝啊 喔為了要我 哎你看那個 兩邊他的葫蘆哎 這葫蘆是象徵中國的意思嗎 哇塞 啊不會跳不能跳 哎呦還蠻靈活的吧 不過他沒有像那個一般的三角龍方中三角龍是 靠近肉屎口龍會有一個紅色buff以及就是 衝刺攻擊吧喔 這個毒我知道 這可以讓自己消失引力讓敵人找不到你 趁機逃跑 來啊 對決啊哎 哎 我們我們的 我們的Tomo Taji來了 他跟我講說 你快走 別來 快走 我來引開他 喔喔喔 這這太太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來來來 我們還是跟他挑一下好了 等一下攻擊力 怎麼覺得我要死掉了應該沒有吧 小廢物 快點 夥伴 Tomo Taji 啊為什麼他的背上是黑色的啊 我的fuck 你快走 咬死他 哈哈又跑掉了超超撈的 你快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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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那隻 為什麼那一隻中國三角龍 顏色這麼特別啊 為什麼勒 我來看看 這是為什麼 這是被黑化的嗎 這感覺好像掉到泥巴泥巴裡面這樣子 洗不乾淨有沒有 感覺就洗不乾淨然後這次還蠻正常的 算了我還是用這一隻好了 好啊我們這次就具有引力效果按右鍵 哈啾 啊 然後就 可以用來就是 公共場合看見你心儀的對象使用這個之後他就暈倒 你就可以任由自己宰割 沒有啦 我隨便亂講的 不要不要聽信我所亂講的東西 好不好 青菜公公的 隨便講講你就隨便聽聽 好不好 有沒有覺得讚啊 我是覺得還可以啦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啊 反正總言之就是這個樣子 啊希望呢他是可以更新啦 好不好 啊如果他更新的話呢 老頭應該也是會上來拍啦 因為畢竟就是還蠻有趣的 跟之前的普莉亞模組差不多 但是普莉亞最近沒有什麼更新的 想想覺得有點可惜喔 我不知道他是停更了還是說就是不想做了 就是已經停在 去年的事情了 到現在還沒有更新 就算有的話好像也是一些恐龍數據的微調 沒有新的東西喔 哎那這個之後也是看狀況吧 如果 有任何的相關模組有做更新的話呢 也歡迎你告訴老頭 喔可以去老頭的粉絲專頁啊或者是去老頭的影片下面留言說老頭 什麼什麼什麼更新的什麼東西啊最好是更新的新恐龍 啊這樣老頭就可以把它拿出來拍啊分享給各位這樣子 好吧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記得左下角的訂閱右下角的選壞下方留言 或者去我的nololike按個追隨以及我的IG按個追蹤感謝各位收看我是老頭我們下一次 方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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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進化 差點講錯 方舟生存進化再見面了 拜拜 隨便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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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朋友